救护人员赶到意外现场 立刻抬出担架 就看到受伤的男骑士 惨遭路数刺伤 立刻将他送上救护车 画面右手边还有一名路人 在一旁撑伞帮忙救护 伤害人就是他 年仅19岁男骑士 骑车疑似被这颗路数刺伤 机车喷飞一旁 就连坐垫都掀开 骑士伤势严重 右胸遭穿刺 有开放线伤口 到院前已无呼吸心跳 这起意外就发生在24号晚间 台南安南区 沿路都有路数倒塌的情形 照获的就是这颗银河欢 五年树林 三顿重 树木中空连坑拔起 事发当晚最大风速来到六级风 一次强风 加上被断裂的树干刺众夺命 台风天断送性命 阵阵强风吹来 吹得树影摇摇晃晃 下一秒一棵巨大绒树 硬身倒下 到下瞬间 轰然巨响 正中下方蓝色的百万名车 车顶凹了一大块 后车窗整面破 车身板筋更是到处受损 车主来到现场 怎么这么野熟 车主就是他 本土剧资深演员杨庆皇 过去在八点岛中 多半饰演苦情男主角 这回也好苦 贷款了百万元买轿车 开不到四个月 就被路数砸毁 青岛的榕树有工人说 可能有百年树林 高五层楼 但根部有严重的贺根病 因为腐烂抓地力不足 加上越爪越斜 瞬间强风一吹 当场倾倒 被害车主布置有杨庆皇 还有另外两位民众 控诉事发第一时间 还要自己找师傅窗口 拜托他们抄向资料 联络后续理赔 台风警报解除 浪头还是很高 排行人员一早巡视 要确认有没有人冒险违规 因为插在墾丁南湾 沙滩上的红旗 还没撤掉 放眼望去沙滩满墓窗移 漂流木和废弃物 全被大浪打上岸 剪枝和垃圾场 没有两样 海滩不满漂流木要清除 需要时间 也因为风浪太大 担心危险 暂时无法清运 不见假日排队人潮 周末业绩被台风影响 掉了好几成 游客大探根本没有玩到 没办法玩水 游客转向室内景点 眼看台风过境 风雨减缓 车程绿豆酸老店 决定照常营业 因为台风来袭 已经损失一个营业日 生意大受影响 店家只想把握暑假的尾声 好好充业机 娃娃机店内 来了两名黑衣男子 脚瘦小的正在玩口红机 后方另一名壮硕男子 手插口袋等待 但等没多久 直接凑过去 贴在后方观看荧幕 没想到眼睁睁看着游戏输了 下一秒他竟变脸一拳 垂向娃娃机 被敲快的机台荧幕 整片碎成蜘蛛网状 嫌犯似乎不满 奖品没拿到 气到砸机台 拿出截图对比 相似度高达80% 店家怀疑很可能 嫌犯就是上个月 才到用和乐华夜市这里 非法取得娃娃机物品 最后被警方 依切到最送办的嫌犯 只是这次娃娃机台 收付金额 至少需要15000到20000 恶劣行径 让台主气的坚持告到底 一张悠悠卡随手刷 转转腰杆付的钱 能夹娃娃 不用再换10月硬币 娃娃机也讲求 高效率 娃娃机台主凭合作 换用悠游卡收费 每月至少多充5成业绩 因为夹娃娃机 满街友台主个个找出路 集中精神 跟上节奏 娃娃机店门口 直接摆太古达人机台 用复合式经营 再赚些人潮 走机店内 赛车机 两台合并 尬连线也是超夯 机台之一 不止一楼用机台住阵 往上走就像另一个世界 跳舞机音乐游戏机 职业玩家几乎包场 娃娃机拼转型 一楼机台空间30平 一天能转20万元 二楼主要放游戏机 空间大一点50平 一天多转10万元 多了游戏机业绩至少成长三成 但机台占地大得仔细精算 才能转贵为赢 大楼里看不见半个人影 原来的人通通躲躲在这里 同一楼层两个世界 外头空荡荡一片 但里面电子游戏声此起彼落 外头看似正常的游戏场所 但其实旁边私设暗道 还有密室 甚至还有VIP暗房 私下精英赌博 甚至传出有负伤 在这惨赔一亿 中奖了 好开心 来游戏场 除了玩冰果跟百家乐 最多人玩的是这个 皮片已经有超过30年历史 人气依旧红不浪 一台7PK成本只有2000块 通常会有其他的不肖业者 提供各种优惠或是高额奖金 还安排安装赢家 让玩家以为很好赚 或者在同风口放毒品 让人不知不觉 越玩越嗨 想要待个几天都不是问题 甚至提供高额借贷 一个晚上数十万 甚至百万 进出口袋 吸收平常 游戏场机板中 甚至还藏着 画上红色符咒的菜刀 要在短时间内 把你的钱剁光光 好朋友欢迎去借贷新教的来宾 首先介绍师财经专家献哥 慧民好大家好 介绍师汽车达人雷妮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再来介绍流氓牧士兵哥 慧民好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近起出了不少 这个古董级的机台 然后发现有一些大亨 起家跟机台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最近台北 有一个酒店大亨 人称米董的余姓这个大亨 不幸因病而去世 享年才56岁 算很年轻了 那么他很特殊的是 他因为这个绰号叫米董的 这位余姓这个酒店大亨 经营过这个赌博电话 相关的机台之外呢 还跟这个太太 也在Nakashi那边 那么去学人家 怎么经营这个八大行业 他很特殊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不是黑道 他虽然跟北联邦呢 那么很熟 但他本身其实不是 正统的兄弟出身 然后他本身也不是 正统的这个酒店出身 因为正统酒店出身 就是做酒店嘛 那他自己后来 是在酒店里面 学人家怎么经营 在酒店当干部 那从干部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全台湾 从台北市开始出现了一个八大行业酒店里面呢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新的行业 什么行业 大家都知道酒店 但是酒店分为便服酒店跟制服酒店 便服酒店就是控金国包银 对吧 如果你在里面都叫你党的 问题是你连你全身的行丹加起来 连他的高跟鞋的那个价格都比不上 他全身都是名牌你知道吗 那手上戴的是伯爵表 行警最败的 酒店小姐 便服酒店小姐不是像你想象中说 我们摸一下 然后摸一下 他就马上说我去上个厕所 就不回来了你知道吗 你一空金国包银 哪那么容易 对不对 没那么容易的 要么买全场 还要看老娘爽不爽你知道吗 不然我来懒得理你了 很高贵的便服酒店是非常高贵 尤其在买单的时候很贵你知道吗 但是另外一种制服酒店呢 就是俗称的脱衣陪酒啦 那小姐的素质就没有像便服酒店 这么高嘛 因为很简单嘛 那么也就是因为他这个米董 他后来他们一伙 那个当时算是终身带 他们从酒店经济干部出身了以后呢 搞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礼服酒店 什么叫礼服酒店啊 也就是说你花一笔钱 然后呢来我的礼服酒店 我用钱来换 两个小时以上的虚情假意 小姐就陪你谈恋爱 那他穿的衣服事实上呢 也看起来像礼服 但又不是制服 不是不可以脱的 但是他就靠你谈恋爱 我以前在报社的一个 这可以摸了吧 摸手摸手 这个要看看你知道什么情况 他要用他要用骗的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报社的一个同事号称是 爱家爱孩子什么东西都爱的 然后呢也考了很多的症状 进去一个小时了以后呢 就完全忘了家的存在了 你都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礼服酒店的小姐就是 就是用谈恋爱的方式呢 让你这些男人丢掉 那两个小时的虚情假意 这是咪懂发明吗 对 他们当时就 本来一开始大家不看好 跟人骗的 跟人说的 他不看他 他不知道男人的心态你知道吗 男人的心态就是需要 你看大家也叫我当的对吧 但是真正对我好 真正关心我 那有公心为上 那有男人想要什么 想要尊重 想要体贴 然后这个是男人 没想到生意 非常非常好 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子 那么他要对带小姐也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小姐难免会出事 你有时候带出场的对不对 带出场之后 你要去求客 去给他机关叫三条对不对 这不叫移送法办 马上6000块的红包 马上先包你知道 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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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负责到现场去关心的人 有在照护小姐就对了 负责去现场关心的人 了解一下的人 也是6000块 红包都6000块 绝不小气 所以他的出手蛮大方的 那他的个性事实上 我打听过这咪懂的个性 事实上是软中带硬 为什么呢 因为身段很软 可以跟人家很害怕的来往 但是带硬就是 在瞧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有他自己本身的坚持 而且他的脖子也蛮硬的 他事实上跟我们台北市 有个议员 非常非常交情很好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台北市 号称林森北路 这样一条过去 这个五目拉面街 就林森北路了 那号称三分之一的酒店 跟他有点关系 也就是说行李做到这么多 不过他不是都一帆风顺的 他也曾经因为这样子 一夜之间被朋友骗了六百万 也就是说在这一行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朋友还是会骗你 但是也因为自己这个样子 带小姐带心嘛 所以包括酒店经济 包括这些他五十几岁而已 那么后来最近因为生病去世了 但是据了解他自己本身 没有投资很多房地产 只有现金超过五亿以上 也就是说这几十年来 这二十年来在台北市 尤其是以酒店闻名的中山区 那么他因为这样 米洞打下了自己的江山 而这些所有的一切 都从赌博电玩的这个机台开始 但是米洞刚开始想要这个 这个奋斗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机台很多都是放在哪里 干妈店在干妈店头间 因为那准便利商店 还没有那么普遍 以前一条街下去 都在干妈店 干妈店都是什么人在顾 阿公阿嬷在顾 很多年轻人在顾 阿公阿嬷在顾 大家都会会消贪 你如果说 阿公阿嬷 阿桑 我的鸡仔带放在你这 我就看你抽对不对 我如果一百块 我给你抽四十块 我收六十块 我说阿公阿嬷 这个鸡仔店的鸡仔店 大家也买 但是他放这个鸡仔店的时候 他同样要跟行事座 跟行政主 他都要同样地掛钩 不要同样要去用钩 所以那时候在北关的时候 他就放很多鸡仔店 放整百块的鸡仔店 结果班轎有一间 以前有一间 像周仁申那样的同样 那个鸡仔店 那个电缆 他是连锁电 他开了鸡仔店 在班轎开了鸡仔店 他说人哪都会越来越少 来打的人都越来越少 结果他坐去 问说大家都走到甘远点去打了 他说走到甘远点去打了 风险没那么大 数量也不用那么多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去探听 那边就跟我们的朋友说 我们的朋友说一句话 我们的朋友说行李材人做 看后边要怎么处理 都没办法就对了 你不要说要插我的鸡 还是要等我的路 这样 我们的朋友说的时候 他没欢意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人 这个人开鸡仔店 鸡仔店 这个人 他为什么后边 为什么扣钞 很大 所以那时候 他就去拍手 扣钞 他就拍手扣钞 他说 帮车人甘远 人甘远甘远 整阻下去的鸡仔店 你离开 帮轢 绝对都有麻袋 他一间鸡仔店 他只能放两台三台而已 他没放多 他外面都会放一些 比赌国性的电源 去兵人来 所以 到这边拍手就派人去看 去看 正硬有 正硬有的时候 你要清搜索票 你要 立去办公室的时候 你要有搜索票 不然你没法立去 你只能发动 立去甘远甘远甘远而已 以前清搜索票的时候 搜索票要去到行事座 以前行事座不是侦察队 行事座 既然起来的时候 族长起来的时候 就把租长叫来打青 他说这些 你都不用去炒 这些都用自己的 你都不用去用 他 这个马警 这个老公看一看 说怎么都没动作 拍手怎么都没动作 拍手 搜索票 他卡在搜索搜索票 说这不行 这民定 民定 大家在照的嘛 所以没法就去冲 没法就去冲了 他就那时候 开始找调查局 你知道调查局 小案件没办的 而且调查局 没人在办 办赌博性电源的 但是他不知道透过什么关系 正应调查 正应给立案 立案调查局 总裁 总裁的时候 刚刚无声电源 看不久 就像基台募修而已 艾西班 整个都给你募修而已 调查局把我们的朋友拔掉 没错 把我们的朋友拔掉 他说要监计这个人 因为你监计 你要做彌路嘛 做彌路我就知道你的背景了 调查局去查你的背景嘛 你也是开玛丁的啊 这无往无中啊 对啊 你也是开玛丁的啊 你开这个玛丁 以前台北关开 几十斤的 你的桌比较重 你的玛丁 所以检举人也一起被操 对啊 他把台币比较多 所以调查局 同样给立案 总裁这间玛丁 收尾连锁电 公操 那时候 操到新北市 台北关 大家要打电动 台北关赛不几斤都知道台北市 很感情 放下机台 这是 那你请我愿就没关系嘛 没有想到雷尼开的这个车行 一有人要来放机台 硬着来 对 这个就是 兵哥刚才讲的 大概再往前推一点 时间上再往前推个两三年 那时候很流行 这个叫做放马仔带 你会听到放马仔带有两种 一个就是兄弟亲自出来 那另外一个是计人车司机 那刚才兵哥有讲啊 就是你也要防警察来操 对不对 那我讲我的店 我的店门口就有那个警察签到箱 可是我里面有疑 有马仔带 那所以是不是就是都打点好 我觉得应该是有啦 好 你怎么置身事外 对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你知道吗 他一开始他好像就锁定我们 很年轻的 我们兄弟人出来 放马仔带这个 然后大家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分 那当时是讲大概100块抽20块 他就问我们要不要 我说不要啦 因为我的营业时间很奇怪 我的营业时间是晚上6点到凌晨2点 也是做8个小时 因为白天还有工作 那他就专门挑这种奇奇怪怪的店家来访 他说没关系啊 放你这人家 如果在等你修理车从这儿 营营没得到的机制 我说我这不是做过路客 我三公斑没得到 有人搁一搁 我这个都是做熟客的 车来都是大街大修理大浪的那种 好 第一次就被我碰烂钉子 他说好 你这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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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插了两台在上面 可以硬着来喔 硬着来 小马力还找好在这里 外面的人看不见 其实他大概也知道有警察 在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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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机台打开 他大概也才丢三五百块进去 我们其实真的都没有客人 有一天我跟我师傅讲说 这要怎么啦 这放在这里很拖鸭 我们如果没在玩了 人家也没在玩了 那怎么办 他又没有业绩 他来又匹配叫 你是不是不让人家玩 来这都没钱从什么 我说没啦没啦 对不对 我们真的自己玩 我们一开始我们先算一 我们先把那个钱钻动 这是外面流行的方法 我们就来试试看 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 其中有一台较贵的 那一台就真的被我们试到了 就是钱投下去 然后抓到那个感应的弹簧 把它拢一下 拢一下 拢一下 就开始一直跳 那一台机子就被我们中 中完之后里面钱不够 那你就完了你就拔空了 因为你投多少钱进去 里面有计测器 那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两个在掏钱 在掏上五百块再勤 再把它一直补满 他本来是要做外来客的 结果你们两个玩到不亦乐乎 我们两个就闲得没事看 去哪儿冲你 去哪儿冲你来 冲我月梯 他们就冲你了 对啊 结果另外一台就没有办法 另外一台好像比较新的 红外线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变成 自己散布五十呢 就要自己拿两三百块出来喂他 不然就是客人来修车对不对 比如修一千五 叫他算那个一千五百六十块 一千五百七十块 找个三五十块就要 帮的帮我给交关节 那兄弟来帮大家 你稍微人照顾一下 找那个零钱家去喂一下 差不多三四个月后 他看我们这个生意真的 好像没有他预期的好 我说对啦 你这个还是拿拿回去 我刚刚那边你担心 你担心 那不差命的 那罪工人很多 找他 找他就对了 然后那两个在那里面对面 好 这样这叫做抓交替你知道吗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台湾人那么喜欢玩这个 麻袋对不对 那做的人一定是赚更多钱啦 我们来说第一件 就是菲洛丽电子 董事长蔡其明 国康医 国庄医院就开始要玩麻袋了 玩麻袋他不是只有玩而已 就像刚才那个 那个联明说的 没研究 没有 他在研究 他研究他就等 等到那个师傅来 塞傅来的时候 在那个钱打开 那里面你看那个 他在旁边看 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在里面很有兴趣 那里面一定有媒体 人家说机关藏在那层口 机中比你英国 看 看 看 他就自己做一个 竹子带的机子 竹子带很简单嘛 以前都头前摆竹子带 竹子带你就打竹子 后门就不 amis 到地方就如说 洪岩 就可以到天叭王的那样 那最简单的 以前的罥罗 jumping 最简单的 大家都都有本技叫 他也要做 真的是天才 本身 cost 自从做不弄 天才 沒辦法 他現在都自己開發新型的遊戲機 而且都搭配逼真的聲光效果 但是 事情也不是穿的那裡順利 2008年的時候 金融風暴 結尾到整個頂端 整個都促銷 促銷兩年 2008年 2009年 還有2010年 這兩年 根本都沒有投入 百幾個完工 每天都在那裡抓獲神 在冠王 所以剛才撩一千多萬 撩一千多萬 有一陣子 就突然有娃娃脂 夾娃娃脂 就是說2009年 以後能有夾娃娃脂 以前夭無了 以前都比較小台 結果一九月來的頂端 整個過去做一年的産業 一九月就回來了 等於十二倍耶 是啊 十二倍 所以現在一年 夾娃娃脂六千台 創五十個國家 我們現在不是說這個產子十英 現在這間公司一年最少做三億 這三億探交對盤 而且它都很厲害 我們有一些剛才說的娃娃脂 古形的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它要等下去 等條毛菜嘛 它去買回來 留給它徵修一下 賣去比我們比較濃厚的國家 賣去飛車 賣去馬來西亞 它也覺得身體在外面 用身體就好了 所以這真正有生理頭 生理狗 另外我們來說這個 真正命運多采 保鎧電子的衛冥山 衛冥山 它現在只在台灣最大 它一年做到七八億 它這個娃娃脂的套件 整個套件 它就只有一些賣套件 一年就少十萬左右 但是1985年 它就要打開民國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它就開始有什麼 有那個販賣機 販賣機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那也是賣去水 賣什麼 它就一直想想想 你賣去水 賀上 你賣 我要怎麼幫你拚 靠著靠著 你賣 我要怎麼幫你拚 我沒辦法幫你拚 它總會去找找一萬兩千台 都寫台 賣什麼 賣保險套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辯論題材 還有這個 校園可不可以賣保險套 對 保險套賣不賺 賺到國務的便租賓 國務的便租有沒有 國務都有一個便租 那種寫台的保險套 但是你當保險套是醫療用品 這不能亂賣的 我的天啊 醫療用品這是要核准 不是說你生產的還是剛剛好嗎 我們如果師傅說 體能的這樣沒關係 你怎麼都要公然 怎麼一台販賣6千 太狠了吧 1萬2千台販7千2萬 這販賣真的會賭 身材在販賣 它真的會販賣 它這個觸犯醫療法 醫事法 不然就跟政府說說 不然這樣 算了 因為反正你第一次觸犯不要吵 不要吵 教授 全世界最有名的教授來吹醫 不會衛生棉 衛生棉女校啊 女子學校啊 有時候女孩子她飲食來 鄉鄉來 結果很多家長就反對了 很多家長不對 因為那時候比較保守 我們政府很囉嗦耶 賣衛生棉還給人家勒令限期下架 對啊 晚上9點以前沒有衛生棉的廣告 沒有吵不凌凌凌凌 人有穿天積寺 無吻不凌凌凌 所以溫度不來的時候 你們要衝 沒衝沒事情 衝到死 結果突然有一天 接著後酒 一個什麼 一個頂端 就是加什麼 加香煙的 20萬 我們所有人在吃 加香煙 加香煙最簡單嘛 那個香煙就這樣 香煙都固定了 那20萬 反省起來 反省起來後 剛才開始打到麻糬 我們剛才說的麻糬 麻糬五年賣五百萬台 我請教一台麻糬超過多少錢你知道嗎 那時候六千塊至八千塊 一台賺一千塊就好 五百萬台賺五十元 真的去一個新鎖 他現在在日本 有一個藍公夢的公司來合作 我說 我跟你說 我日本做這個話題 你來給我供應給我 但是 我們這裡要求 手指什麼都一定要一樣一樣 所以現在所有在我們日本的 娃娃機 十台裡面三台是買的 厲害啦 再來看看 現在很多年輕人聽到說 麻糬是不是麻糬不知道 哇 到底這個 原來這種電玩機台 還有流行性的 因為古董啊 這把他來就是古董啊 我們講這個小瑪莉啊 這個之前呢 就有這個新竹的警方啊 他們去超到的時候 超到一匙直接撒住了 為什麼呢 因為沒看過 結果他們一到這個是發現一個 檳榔台後面的倉庫就這個 你看到瑪莉嘛 所以為什麼叫瑪莉 把阿台 就是因為有小瑪莉 那這個呢 怎麼玩呢 其實跟我這一輩年紀差不多的 就應該還蠻熟悉這個台子的 為什麼他說古董級 其實玩法很簡單 這裡頭是沒有很多種水果 那最大的就是把阿 再來就七 那那個把阿就五百倍 所以你就如果加五百倍 重的話就叫重大獎 那一般來講說什麼 什麼蘋果橘子啊那些就是比較小獎 然後投幣 那其實在我們那個年頭呢 有時候根本就不投幣了 投幣只是一種快感 到最後直接是用鑰匙開分 然後呢就算你的分數來換錢給你 好 這個是新聞 接下來就來講我們三立的獨家了 因為當年呢 我們三立新聞做了很多 一連串的賭博電玩 當時就是我派記者去臥底了 話說台灣那時候的所有的賭博電玩間 裡頭大概有幾個機子是很紅的 這小瑪莉其實根本沒人在玩 那是甘馬丁在放的啊 真正我們在玩的呢 就是如果是比較庶民階級的 就玩滿天心 玩水果盤 水果盤是什麼呢 就一堆水果九宮格 然後再噔噔噔噔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水果盤呢 全部都是水果呢 我們就講一色 那如果說出現通通這個 我們講的就是空白呢 就開天窗 你知道那時候大家這個怎麼玩呢 很多這個問蔣大哥啊 他開車開開累了 或者是他今天有賺點小錢 他就進去 進去之後呢 就像這樣的機台 然後呢 他就按鈕按著牙籤插下去 瑞德哥有沒有覺得很有感 牙籤插下去 那按鈕是不是卡住了 然後呢 他們就翹個二郎腿 就在那邊 然後就一直看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我們那時候記者去臥底的時候 覺得很奇怪 這些問蔣大哥 到底覺這有什麼心 有什麼樂趣 就看到他一直跑跑跑跑 然後這時候呢 可能就突然 噔噔噔噔噔 水果盤 所以水果盤就是全部水果 叫水果盤 噔噔噔噔噔 這個其實水果盤不算很大 真正就是我們講的七色 不要說全部都是拔 全部都是橘子 那這時候電影裡面的小姐就會廣播啦 恭喜二號台 王大哥中了這個 一色 然後可能還會有額外的獎品 然後他們還有收到裡面的小姐啊 那個年代 就是他們常常就會坐這樣的椅子 然後一定要穿短裙 然後呢 穿著一雙高跟鞋 大家應該也知道原因是什麼 因為大家這樣子去才會覺得風景很美麗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廣播 廣播的時候呢 他們就開始說 現在呢 到了中午的時間 有沒有人肚子餓啦 我們要叫便當了 便當是免費的喔 好 那這麼好 對對對 這麼好 好 那我跟各位講 如果一般 像 等一下說 Bingo 看起來就像是玩水果盤的人 那 雷尼像玩什麼的 不好意思 雷尼這種勘展是不玩水果盤的 那是我們講庶民階級嘛 那就再走進去 走進去會有什麼呢 Bingo馬戲團 Bingo馬戲團 就是一個圓圓的盤子 上面有25個洞 中間有一個洞是讓球滾進去的 這25個洞呢 在那邊滾 然後滾到最後出現5個號碼 這5個號碼就Bingo 那這個就賭很大了 那還有輪盤 那還有跑碼什麼都有 好 那大家知道在那個年頭呢 我們記得去臥底的時候 才發現說 原來這些都是給調機率的 曾經他就遇過有一個老闆呢 因為他在裡面臥底嘛 那個老闆就發現說 他們最近店裡的生意不是很好 所以呢 那老闆就把這 十幾台的賭博電玩機 其中他挑了兩台 他把他打開 那我們記者臥底就跟在旁邊 他是假裝開分源嘛 然後這個老闆就把他打開 他說最近生意不好 這兩台 放得比較軟 然後他就去調 他那個調的那個東西 是這樣子 他大概有18個按鈕 這個按鈕是可以調成一個 類似波浪狀的 彈簧 曲線可以調一曲線 他就這樣他調 然後我們那個 臥底的記者就在那邊看 把他記起來 結果後來那兩個放比較軟 放比較軟 真的有客人來打 一直撞大獎 三藍漆啊 三紅漆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老闆是要虧錢嗎 老闆當然他就是要做口碑嘛 讓大家知道這裡會中嘛 而那兩個是老闆找來的 Sakura 又是自己人喔 怎麼樣 很厲害吧 沒聽過吧 天啊 然後結果我們那個開分員 那是臥底嘛 他就趁老闆不在的時候 有去調還真準 之前我們有一位 以副的影劇大哥 人家一到都是壓一二十萬人 他去了民生社區 那家賭博電玩店 我們也去採訪過啊 那時候小姐就講啊 哎呀你不知道啊 我們這位影劇大哥 大哥這個秀場天王啊 他一張 你們這次來警察來操 你們來採訪的前一個禮拜 他就坐在你現在坐的這個位置 輸了一百多萬啊 好我們講到這個啊 會不會這個警察操機台 這個機台要放到哪裡去 警察局哪有那麼大的空間 讓我們放這些機台啊 機台搬回去 會不會警察玩得最開心 台灣曾經有一位高階警官 他可能是全台灣 那麼掃蕩賭博電玩掃得最兇的 這個警官呢 剛好我們跟他認識了快要三十年了 那他當過萬華的分局長 萬華分局的分局長Vanga 然後呢也待過台北市警察局長 後來警察大學的這個校長也待過 他就叫做謝秀能啊 他非常痛恨這個賭博電玩 你知道嗎 他抄賭博電玩 當時賭博電玩呢 抄了以後 因為整個賭博電玩裡面 剛剛這個中博講了那麼多 他最值錢的是裡面的IC版 沒有錯 我們台灣的賭博電玩的IC版哪來的 美國跟日本來的 他們把美國跟日本最新的機台的IC版 把他帶回來以後 研究了以後Copy 然後這個最值錢 所以當時查獲了以後怎麼樣 就把IC版弄出來 然後用那個白色的膠帶來推貼 讓這個查獲的人 被查獲的人按個指紋 其他的機台 折戶給相關的這些人去管嘛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那麼謝秀能因為查這個東西 他不是他查賭博電玩之外 他自己本身還會打電話 為什麼呢 他是分局長還會親自打110報案電話 給他轄區的拍索 為什麼 我明明知道這裡有賭博電玩 你什麼就不知道 我就要看看你怎麼辦 結果警察來了 來了以後就進來 小心一點有人檢舉 就回去以後 他還會故意回去看一下 你的工作紀錄部上面寫 寫什麼 寫說有人檢舉此處有賭博電玩 經查查無不法 列為重點巡視 他就知道了 你管區一定跟這個有問題嘛 你知道嗎 有貓力 所以對他就知道了以後 他就調其他不是管區的單位呢 無預警的 整個都下來 你知道嗎 這是謝秀能的個性 那查到了以後 他也發現一件事 那這些機台呢 這些機台不是折付給相關的 這個被查獲單位去管嗎 你知道嗎 這些機台的老闆聰明得很啊 我們就把這個IC板一起送到地檢署 然後法院去打官司嘛 那這些機台就會統一要去銷毀嘛 沒有銷毀 對 到哪裡去了 又出去了 你知道嗎 就出去了 他為了辦這個 甚至於辦到什麼程度 他查到 竟然有人利用萬華 台北市萬華分局轄區裡面的 大樓的地下室 大量的囤積這些機台 謝秀能分局長自己去查 然後緊接著再辦一條公共危險 台灣第一個在辦那個 賭博電話機台被查獲 放在那個大樓地下室 辦公共危險就謝秀能 所以那時候到後來 查到八國外國 跟萬家地區收的 頂龍門去查一條 後來我就聽到一個風聲了 說台北市有很多的 地下賭博電話的業者呢 希望能夠集資6千萬讓他升官 你知道嗎 是不是6千萬真的讓他升官 我不知道 不過他真的升官了 在當時是中山分局 優先升官的情況之下 他萬伐混局長直接跳升到 屏東縣警察局長去 然後升官了以後 賭博電話又慢慢又開始恢復了 好 重點來 後來就因為謝秀能這樣查了以後 本來不是都查扣 這個IC版了嗎 不行 這樣的話全部讓他折付 那個機台讓他折付的話 還得了 必須要連這個機台一起查扣 死了 台北縣市 台北縣市的所有的警察機關 所有的停車場 全部都堆滿了台亞你知道嗎 堆到好幾層樓高 那個真的是有夠離譜的 那時候都沒辦法停車 因為所有的停車場跟廣場 全部都是這些台亞 一堆還有好幾個 因為要等到這個案子結案 所以等到後來才想盡辦法直接 而且把這些機台 全部都把它撵碎 把它破壞 把它燒掉 就是避免這些機台全部流出去 然後讓業者又轉翻 因為那機台它 弄它出去了以後 它把那個IC版重新倒進去 稍微刺一下 它又變成全新的鼓勃電話 又可以在外面營業了 好你可能問說 那現在流行什麼呢 剛剛講的那種古董級的 最新流行的 已經不是娃娃機了是什麼 口紅機 那是什麼 口紅機 現在口紅機是由台北縣 撿來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台灣 因為我們朋友以前就做娃娃機 半年他賺多少萬 但是到後來他看一看 後面你看 後面很多娃娃機都是 年輕人在做 學生集資 就自己做台主 所以那時候看一看 娃娃機他就收起來沒做 他現在自己做 口紅機 什麼叫口紅機你知道嗎 口紅機他就跟我們一台 剩娃娃機這樣 但是他下架 下架有一架一架 都全放小孩子要用的東西 譬如說口紅 或是說粉餅 或什麼 反正就讓你去倒 但是他有三架 你要割三架 譬如說我今天用一個LV 口紅就對了 我要割三架 我才能撿到這個 雷尾就對了 頭一架 他用6機 他那裡有一個圓圈的洗 你洗的時候你要按螢幕 按螢幕 按螢幕的時候 你的口紅就會飛出去 飛出去的時候 我用頭一架6機 大部分都給你割 第二架 第二架的時候 10機的時候 因為輪盤越小越快 越小越快的時候 你10機的時候 你都不能去碰到 那些口紅就對了 你如果碰到其他的口紅 你就是要把 口紅射到奇異果裡面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射到不能重疊 不能重疊 第二架 在割的時候 到第三架 他就會給你陷阱 他就會故意讓你 讓你去射到原來 你會相碰的 相碰的你就失敗了 你就失敗了 所以現在的口紅機 現在外面外滑滑機 沒時間了 現在大家都是用口紅機 好 我們再來看看 日本不得了 不是都很愛玩Pachinko嗎 50大富豪排行榜裡面 7個是Pachinko起家的 對 我們來看日本 今年Pachinko 日本當時一萬五千間的Pachinko 那都很大間喔 那一間都兩三百元 你看成龍裡面有一個電梯嗎 因為Pachinko裡面 那是一樓二樓三樓的喔 你知道這樣 我們這年他的產值多少 30條的一票 30條的一票 剛才我代表八條啦 八條我們沒有概念對不對 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在久年他可以用的醫生兩條 哪啊 所以一年日本Pachinko的產地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四年的總醫生 你說有這個嗎 真的很多耶 所以來說 這是第一名的 他現在產最多的 白名 第八名的 五十富豪第八名的獨島秀城 他們老闆就是Pachinko 他們老闆做旗帶的啦 所以說他本身都開Pachinko 民國也是最多的 所以五十個裡面 十四%都是賺Pachinko 但是我們在這裡說 Pachinko這種東西都是拔鞋 我們說真的啦 拔鞋我們說 鞋子不可以拔 鞋子不可以拔 鞋子不可以拔鞋子 你不可以拔鞋子 拔鞋子不可以拔鞋子 Pachinko本來以前 1936年的時候 美國人發明的 美國人發明那時候 在日本就在拔了 本來都在拔鞋子 沒有啦 拔鞋子不可以拔鞋子 不然第二宿舍的事情 他慢慢的 因為本人第二宿舍來吃的時候 是全世界最六歲的嘛 大家精神 壓力很大 有的人就去拔那個拔鞋子嘛 甚至現在開始是以前拔鞋子開鞋子 現在越開越多 越開越大間 開得怎麼樣你知道 連這些瓦巴桑就去抓去 瓦巴桑抓去 瓦巴桑你去買菜對不對 買菜來要怎樣 菜有時候有那三十四名要怎樣 旁邊就放一個大餅 太冷凍鬼 這麼體貼 讓你們的東西可以先放下去 買菜買料來這麼拔 這樣拔鞋子都不知道 所以八點去買菜 買到十點不怎麼回來 其實在瓦巴桑就去拔兩點鐘 瓦巴桑那拔到竹子 鞋子都固定的嘛 這樣 實在有夠差 差到現在改良了 現在你如果中的時候 都有那個語音 都會給你鼓掌 喔 恭喜老闆 立松大獎 都有語音的合成 都有那個四十音 像3.4的那個 聲光效果都出來 所以已經幾十台了 但是剛才主要 外交目的是要做什麼 太錢 太錢了 但是 政那個日本政府跟台灣政府的規定 財政局不可以有賭博 那要怎樣 你贏 你如果贏了這樣 贏了那麼多贏了就已經換什麼 那怎麼在民牌包啊 換贈品 贈品裡面要用可樂 用米 用什麼 換的要死 換的回去要做什麼 重褲褲 日本人很聰明 說日本人比台灣人更聰明 換黃金 蛤 換黃金金票 換黃金票 表面上金票對不對 到底賭金或是沒有賭金都沒關係 只要你要換就好了 換了你拿出去 換兩萬 洪的地方有一間賺錢 換錢金 換錢金 哇賽 所以他現在中間做一個 你抓不到 對 完全抓不到 所以日本人是這樣在換 但是八星球也有那個高手 那你要打到一個月可以賺30萬 一個月賺代表30萬 專門客賺 賺八星球你選換 賺到那個業務 不給你賺 換人 你不能讓你過去 他就要直接 他就擠日本的火車 要去一間一間 這樣去找 來 我們說到台灣 我們說這個 大家都知道 蔡小虎 蔡小虎一陣出道的時候 他就中獎了 所以那時候 穿得不穿 他有什麼豬肉王子 就有一間才會簽 經濟公司還會簽六年